陈尖尖对嘴唱措辞 下台忘记关麦惊慌喊出来 你我依然无常 很好听很治愈的一首歌 非常喜欢啊 非常喜欢啊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路斯的心 我也就此人表示 陈千千不愧 陈千千哪些人生活还是一样 全完之后陈千千举办粉丝见面会 男人主角丁允熙与赵路斯 接受默契大考验 比心还是卖萌 321请作答 比卖萌 卖萌对不对 对卖萌 被人撩还是撩别人 321 撩别人 我的游戏规则是 如果回答不一致就要表演 给个微信呢 你扫我我扫你 公主抱还是 托盘抱 321 公主抱 但是在戏里面你有托盘抱过她哎 三公主是成了亲的人 最好与外男少接触 托盘抱感觉是难度会大一些 就证明 首先路斯作为女演员自我管控很严格 其实抱抱赵老师还是挺轻松的 我一开始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因为我怕丢脸 但是赵老师一下就被抱起来了 因为我我就吸了一口气 骑这个骑 你憋住 你们都颤抖 然后说 电影是抱起我抱起我抱起我 求求求求求 这些有男人没有抱起过我 所以 每次被炮的时候都很害怕 赵老师您才39.5公斤是要被死谁啊 而且在赵路斯先暂时离场二度进场的时候 请路斯站两位中间好好 好 刚才我一直在担心说我们今天活动结束之后 究竟哪个画面 我后悔今天没穿高跟鞋 陈谦千辉红说男女主角够斗去 配角群也是功不可没 但你认得出来这谁是谁吗 好我是水蜜桃的 水蜜桃培衡的扮演者圣英豪 哈喽大家好我是陈敏豪 然后在传闻中的 陈千千里面饰演 绿茶莺莺 哈喽大家好 我是演员沈迟 我在剧中扮演的角色 是威猛山 二当家梦过 华战陈千千 我是演员刘淑源 在传闻中的陈千千 这部剧中饰演的是白吉 天呐白吉本来 原来那么时尚啊 穿白人姿亚个衬衫 还在宝格里项链 现在生活中也很幽默哦 大家想看第二部吗 我说了不算 那你问 可是问半天 下半年的时候 我和雨昕会再度合作 然后拍摄一部剧 然后应该大概在明年上映吧 名字就叫做这个 少君请再爱我一次